2020花林縣秀林鄉原住民愛運動圓民杯籃球錦標賽 一連兩天在水源社區籃球場擴大舉行 並且分成公開男子組和社區高中組 來自宜蘭的大同鄉、奧花村 還有秀林鄉、萬榮鄉、卓西鄉及吉安鄉的原住民身份的好手們 齊聚一堂爭取球隊的最高榮耀 來自宜蘭縣大同鄉、奧花村、秀林鄉、吉安鄉、萬榮鄉、卓西鄉 共六個鄉鎮市的原住民籃球選手 26號和27號1的兩天在秀林鄉水源社區籃球場擴大辦理 比賽組別分成為公開男子組、社區高中組 兩天的賽事選手們可以說是卯足了權力來爭取球隊的最高榮耀 2020年秀林鄉原住民杯 邀請了很多外縣市的原住民組來參加這個比賽 非常歡迎他們來 這兩天玩得非常激烈 然後在這個當中呢 我們除了說缺少我們的球技 也希望說在我們自己的鄉內 還有我們水源村裡面 可以增加我們這個籃球的球技 那再次謝謝外面來的縣市 謝謝他們 我也希望這個活動能夠圓滿順利 謝謝 主辦單位秀林鄉水源社會辦協會理事長張更生表示 想應全民運動增進國民身心健康 結合原住民組其他鄉鎮組隊共同來參與 提升原住民籃球技術水準倡導正當秀琴活動 同時也追求何以部落體育健康 安全舒適的環境品質 進而達到實踐陽光健康象徵的運動目標 記得追蹤小節目到